NEO 了世紀天梯露星 大家好 我是NEO 今天來看西班牙人對上西班牙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三地殺球 這場比賽也是帝國戰爭 開局就是28春 那我們今天又來到了同族內戰的情況 兩個都是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特色我們今天來好好介紹一下 他每生一個科技手都可以獲得20黃金 包括這個織布技術、經濟科技都可以獲得20黃金 而且他的兵工廠是不需要任何黃金就可以研發科技的 所以他可以省下大量的黃金 城堡是在用西班牙征服者 帝王是在轉遊俠跟火炮 都是他後期的重大策略 或是轉火槍兵也是 西班牙人其實也可以打馬功 但他馬功沒有安全的戰術 算是堪用 不會到說完全不能擁有狀況 但西班牙人通常已經有西班牙征服者 所以用到馬功的情況下是比較少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經濟會怎麼打 現在這場比賽是Slan對上Hot Slan這位玩家是之前Gio龍戰隊的隊員 這是在Hero加入Gio龍戰隊之前的一位Gio龍的前隊友 他的實力我覺得也是世界非常頂尖的玩家 雖然他退團之後 我覺得他沒有那麼的活躍在西利國2了 但是他的實力依舊還是很厲害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現役Hot 這個已經加入新的戰隊 WES的Hot的實力 目前看到兩邊西班牙人都是出肉馬開局 那也是轉槍兵 一個很正常的阿拉伯的開局打法 結果這邊 這隻村民沒有辦法逃掉 村民只能拉走 那個肉馬過來解一下 槍兵 沒有辦法過來嗎 這邊走來走去 位置過不來 但是這邊已經點下了城堡賽 天氣沒意外的話 應該是要走一個城堡開戰為主 前面只出了三隻肉馬 那Hot這邊則是出了五隻肉馬 出了數量稍微多了一些 時代上就會慢了很多 哇 這邊時代已經慢了大概快要一分鐘 那時任這邊 一點下城堡時代之後 馬上就開始挖石頭了 準備要來打西班征服者 那這張地圖其實很適合打寶兵的原因 也是因為這個開局時 石頭就在旁邊的關係 所以先找找把這個石頭挖掉 也會讓自己的經濟好一點 應該說也不用耗費這100木頭去蓋採礦地 或是開TZ幹嘛的 然後打這個直城堡兵 是一個很適合的一張地圖 那Hot這邊是還差了30秒 Slan這邊石頭還差一些些 稍微放一下石頭差兩點 城堡位置要稍微思考一下要放哪 那西班人是建築 建築這個建築的速度 是最快的文明 建築工 但是如果不含這個城鎮東西 或是城堡的話 這個CC的人應該還是比較快一點 但其他東西來說還是西班人最快 這個建築速度 這個城堡很快就蓋好了 但是Hot這邊 城堡眼睛好了 兩邊都是出西班征服者 看來這把比賽 我們可以看到非常精彩的 馬上火槍對決了 這邊槍兵 直接撞在臉上 肉碼送掉 但是火槍一直在追著槍兵 結果三隻火槍直接出來 想要空降圍殺 但沒有成功 這就更多的新增過來了 兩邊兌換一隻 還行 後面這些肉碼 這邊可以找個機會 可以抓一下 雖然這邊也是出了一隻騎士 然後這邊也是出了一些騎士 但後面還是繼續轉西增 那應該還是要趕快轉西增 然後雙TC開農 要維持這個西班征服者的產能 雙TC是比較穩定的 但還是有可能會斷西增 還是要先讓這個雙TC的肉量穩定起來才行 好這邊 生鋁直接被點掉 西增也是 這邊細節拉好拉滿 現在HART的提升數量稍微領先 西班牙人呢 他本身也是一個生鋁大國 一端審判 可以讓傳教士 遭翔的速度更快一些 而且射程 遭翔的射程更遠一些 所以這邊應該可以遇見 兩邊可能會轉生鋁戰 畢竟以單純的火槍對射的情況下 沒有其他單位去作為輔助的時候 會變得有點單調 而且DPS會不夠的問題 好 現在 有點危險 這邊 這邊要小心 這邊一定要守住 因為這個門很容易就被射爆了 所以大部隊還要到現在中間守住城門 好 那現在兩邊細節都是有點下品種 跟這個耕種技術 跟這個耕種技術 在兩邊的 起兵 這邊兩邊二級工兵鎧甲都點差不多 欸 死人這邊退掉了 OK 那一方沒有退 好 兩邊一樣對射 這邊好像要繼續追囉 因為死人這邊的吸陣比較多 這裡不追 怪怪的 哇 這果然追起來了 這個真的要追 哇 這個哈特有點慘 直接被追爛 火槍雖然有回頭反擊 但是這個回頭沒什麼太大意義 但是還是招想到了一隻西班牙復服者 最後是由死人這一坨吸陣 拿下了自己的優勢 但是哈特已經3TC 開農起來了 好 野外上面這裡有一塊 完蛋 現在哈特沒有辦法 產出更多的 吸陣 這裡被溜進來 哇 被溜進來 這裡居然有洞 他打破這個洞 進來了 但是後面這兩個房子 以免辦法為好 基本上全部都只能稍微著想 這裡要趕快照更多的吸陣出來 但上方這裡也是有一堆吸陣 在騷擾當中 拉了一隻騎士過來解一下 好 下方這一坨吸陣9隻 向到處亂彰 哈特被彰出了一些村民差距了嗎 還好 向下被殺五吋而已 感覺還行 好西班牙復服者 現在一級射已經研發好了 好 這看來 哈特應該是能拿下這坨吸陣 數量明顯有打贏對手 還有一隻肉馬在前面盧曉 好 速速下DPS OK 應該是夠了 好上方這裡 有一波小打鬥 哈特拉了一些村民到上方 不知道想幹嘛 是要找金礦嗎 這裡有找到一塊 好後面要來插寶了 這個寶可以把整個東西給插掉 現在西班牙復服者的數量 有八隻在正面的位置 哈特在後方 至現在雙城堡出西針 石蘭這邊還是蛋城堡 在出西班牙復服者 而且城市中心並沒有補下 還是一樣雙TC 正在農 石蘭這邊應該要找個機會 去開農起來會比較好 但是現在四手是歸零 那現在要雙TC樹地玩的關係 所以現在開TC的話 還要再用買的回來 四手會比較好 但在挖的話可能會花一點時間 但現在身上地龍時代 黃金跟木頭的消耗會非常嚴重 因為要按這個劇情說C 而且待會還有這個三級的 弓兵鎧甲右點 但史蘭這邊是決定先把肉 投資在了金瑞西班牙復服者 那金瑞版本的傷害也會再有所提升 好這裡 燈繼續開槍 小兵的吸增數量有點相近 但是金瑞部分 史蘭快要好了 小心 走位跑掉 巨頭架起來 好 史蘭這裡果不其然 轉出了運刷技術 看來還是要打生旅戰 看來還是要打生旅戰 因為在生旅戰 打生旅戰的時候 西班牙人 他的招牆速度快之外 那吸增對打時候 吸增會有這個攻速上的問題 如果你bounce了一隻生旅 第二隻生旅 可能來不及開槍就會被招響 所以從事也是給對方的一個壓力 好 現在吸增 稍微去追一下 看一下敵人在哪裡 右邊巨頭已經快要拆掉城堡 跟城市中心 哈克這邊村民處依然是領先 好 村民在上方 是不是拉回家了 拉到後面 伐木 左邊也開了一個新的城堂中心 沒想到史蘭左邊的石頭礦 也沒有想要開採 那還好 右邊的地方開採完之後 拉了村民過來蓋城堂中心 但就還行 經濟就不會這麼的糟糕 那哈克的村民處向到115吋 對上82吋 帝王世代落後了3到4分鐘左右 至少4分鐘有了 但是哈克的支援量 還是明顯超越史蘭的 史蘭的支援量只有隱先 史蘭的支援量只有隱先 史蘭...呃...落後1000左右 史蘭這邊三隻僧侶 四隻僧侶一直在後半 讓哈克的僧侶有沒有辦法進行往下 最近這個招牆的射程已經來到12.7 僧侶只有6.2倍的攻擊範圍 哇呦 壓力真的很大 一走出去就會被招 這就是僧侶的心理戰給的壓力 而且正面招響到真的也是很傷 大佐這邊如果真的想要打贏的話 可能自己要轉僧侶 或是要轉這個... 肉馬 去砍一些僧侶才行 好 但是如果要轉肉馬的話 封兵 海甲很難點 精銳西班牙征服者也很難上 精銳西班牙征服者 血量來到了91血 攻擊力是變成18點 遠方呢 也變成了2點喔 變成正常的2點遠方 所以有點精銳真的是差蠻多的 好 西班牙征服者 轉出來的東西是傳教士 那現在HOT只差一個地龍時代的印刷技術 就可以讓這個傳教士正面作戰了 但是這邊要思考是要不要點這個... 毒罪思想 那如果要點毒罪思想的話 就要先針對對方的僧侶喔 看這個科技也是蠻貴的 325黃金 而且大陡還有神拳陣勢需要點 這幾個科技喔 都是打勝旅戰之 最必須使用的東西喔 左邊有一塊黃金 有人出來挖了 左邊存在東西 也在去量產村民 好 結果HOT這邊是點了一端邪說 這個非常貴的黃金科技啊 要1000塊黃金了 居然這時候點下 這人看來是有點在提防 自己被招搶之後 劣勢的一個問題 欸 錯HOT是先點啟示思想 看來他待會招搶 並沒有要先招對方僧侶 而是要來招對方的希望征服者而已 好 那現在僧侶戰 要準備好東西 都已經填好了 只差一個數對思想 現在要開戰 我覺得問題不大 那現在最重要的是 僧侶的數量也要夠 好 傳教師這邊要趕快繼續補 現在只有60而已 哇 這邊直接按四個修道院喔 好 所以補好 HOT這邊少被遭響 被給到了壓力 但雖然沒有打上去去深追 這裡也趕快點下異端邪說 兩邊都是把僧侶戰的最大優勢的科技點下 異端邪說有了 HOT這裡補了一個神聖思想 欸 原體還沒有 宗教皇樂也沒補 好 點下了霸權 增加一下聰明的血量 跟攻擊力 傷害力 現在這五台巨頭 在城門外 敘事再發 敢不敢架起來呢 那如果是打僧侶戰的時候 西班牙人喔 最好是不要再出火炮了 因為火炮是可以被遭響的 遠程遭響 但是巨頭呢 一定要貼近喔 才能遭響 這算是 西班牙內戰的一個細節 千萬不能出火炮 除非這個工程的地點 離自家很近 那就可以考慮出一些 好 像這個情況 其實HOT就可以出了 他敢架起來 火炮就可以出 但是僧侶呢 就要點贖罪思想 去招牌敵方僧侶 火炮條粉紅下來 好 這裡村民想要拉過去打架嗎 但是怎麼突然回頭了一下 拉了一些村民到後方想要 要修神寶嗎 但皇上也沒修 兩方的僧侶開始互相遭響 但是看起來 後面Slam的僧侶 已經進入了CD狀態 很多僧侶都在CD當中 但是後方的修造院的僧侶 一直在補過來 傳教師也在補 兩邊的僧侶一直在往前線開始遭響 但是HOT並沒有贖罪思想 無法遭響敵軍的僧侶 只能招西班的征服者 但是很順利的 把所有的劇情偷襲全部拿下 HOT這一波打得很不錯 西貞的輸出 全部打在了巨頭身上 用後方的僧侶去削減後方西班的征服者數量 可以看到西貞的數量還保持得很多 兩邊都注意到了 這個沒有不對思想的話 好像沒皮條 一定要轉一下這個 招牆敵方生理的科技才行 這時候西班牙人HOT點下了清奇兵 看來還是要靠洛瑪來 解決這些生理才行 西班牙人打巨頭其實傷因很高 這個傷因值是非常優秀的 好來看一下 這裡招翔 兩邊的招翔細節 HOT感覺有點招不太過來 好再招再招再招 手術繼續飆起來 又招了三隻 但是沒有招敵方生理了 是繼續招西貞 雖然這邊西貞被招的有點慘 島地的數量大約快要來到了十幾隻左右 哇 生理對戰 很緊張 生理跟傳教士到底誰優誰裂 可以來看 這邊傳教士是7加4 11點射程 一般的生理是12點射程 但血量只有45滴血 傳教士則是有65滴血 因為他可以吃到品種科技的血量加成 而且他的異端審判 又可以讓他的招翔速度再更快一點 我個人認為 你單純打生理招翔的情況下 傳教士一定更具有優勢 雖然射程少了一點 但是可以靠著自己的宗教狂樂 跟生理的移動速度 去彌補這一點的射程烈士 0.8跟1.39的移動速度 差距還是蠻大的 哈德這邊博無下了 宗教 這個忠誠信仰 忠誠信仰我點下的話 就可以再去抗招翔一些 讓敵方的招翔更困難一些 那再來近幾次改版 中程信仰的價格也下修了 肉類也可以不需要這麼多 就可以研發了 以前可是要1000肉的 跟生一個大充設的肉是一樣的 現在哈德的人口已經來到200人口 則然這邊抽民術有點劣勢 支援量已經來到快要差距1萬資源了 已經差9000了 這邊直接拉初民去打架 哈德看一次決定 只用八拳的科技用好用滿 直接手勢 十人這邊後面轉的是戰毛兵 而不是火槍 那戰毛兵有什麼用處呢 打吸針或是打殘教士 都是非常好的一個選項 因為戰毛兵被招翔的話 是不會那麼心痛的 必須不需要黃金 而且打西班牙征服者要額外增上效果 所以三攻三防很快就補下了 只要點個三級射跟化學就行了 因為三級的弓兵鎧甲 之前就已經用在西班牙征服者上 所以單純鏟這個西班牙征服者 加戰毛兵路線 其實是蠻好反制這個打法的 那如果還要再更好一點打法 就是吸針戰毛 然後配肉 但是哈特這邊的肉馬已經升級好 後面有一些肉馬 正面繼續用車名去當肉盾 去扁前方的戰毛兵 但是後方的順利戰招翔也是招翔非常多 兩邊的招翔一直在招 但是後方的戰毛兵數量還是很多 這邊擊倒了非常多的西班牙征服者 這張西班牙征服者有點虧不成軍 哈特人火速掉的有點快 在毛兵還是不害怕你招翔 真的是很舒服 但是遇到肉馬就有點難打了 哈特人的肉馬 27公斤點好 右邊的三台巨頭繼續輸出 西班牙征服者要趕快過來點嗎 還是讓他繼續原地開火 現在西班牙征服者的數量 已經不多 兩邊的西班牙征數量都只剩下十幾隻的數量 後面有些肉馬繼續陸續復過來 但是哈特的傳教士的數量只剩下七隻 蛇蘭這邊西班牙的後方的僧侶也有七隻 兩邊的僧侶多在持續尼補 這邊還用巨頭開點僧侶 城堡點完再點僧侶 兩邊這邊打得非常激烈 都沒有要撤退的意思 那這邊要撤退的話只有哈特有優勢 首先這邊撤退的話有僧侶的移動速度的劣勢 跟戰毛兵的這一些的移動速度的比較慢的關係 還有挺上的劣勢 我覺得這一波戰毛就別力 還燒退 肉馬好像越來越多了 這不退這能不行 但這個城堡應該幹不起來吧 哇 十人這一波有點虧 但十人這邊已經打出了GG 恭喜哈特拿下比賽的勝利 好 我們兩個瘋狂 逐漸斷討論 好 恭喜哈特拿下比賽的勝利 最後是有100隻犀增 對上80隻犀增 兩邊的僧侶數量差不多 但一個是選擇了戰毛路線 一個選擇的是肉馬 看起來肉馬路線還是比較適合打僧侶戰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最後是由哈特拿下支援上的勝利 支援大概贏了1萬2 黃金的產能三勝物獲得了2300 這個是很不錯的黃金產能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肉閃這部影片請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anxiety 你是否應該一直按著 還鐃iens 可以玩嗎 你上伏有 principle 你好嗎 YouTube 我教大家 花的話 就要相信